在臺中有一個社會的生理的小女孩 他要看一條說 阿薩豬腳才能生病 原來他因為新天生病病的功能不好 還會變成嚴重病病 對於他要用有不治療醫院 醫生是表示 如果真的要讓他 可以正常穿起 就要等麻痺 你想要把我還在明年生得很開心 不過平坦兩邊說插入氧氣管 連夾到呼吸器和氧氣瓶 雖然可以正常走路 不過夾到哪裡都必須塞到呼吸器 慢慢跟李小妹加油打氣 說算說 看起來就殘舊潛水膚 不過心裡很不甘 李小妹每一處灰燼 專家都必須在總統圓 跟著呼吸器 只有三個月一處生 就因為呼吸困難 斷在加護北方 醫師檢查發現李小妹因為生天的基因益上 走行呼吸窘迫 氣泡化油不轉 回去就來嚴重的氣勾壓 不僅在那裡依靠油門 還回去要靠到呼吸器 他稍微生氣 稍微動怒 甚至就會發乾 會缺氧 那如果他碰到感染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嚴重的肺炎 就會幾乎要了他的命 醫師表示 這樣犯件一半 很容易出現在懷胎第二三九三十二十七百出現的 早三日 因為氣泡過早還沒化油完轉 以及氣泡表面張力所欠缺 不才會進行氣體的感染 不僅提攤十五公斤的李小妹 這可以扣到 跟十十公斤 等的呼吸器來強順 為止死命精神 他說如果要跟精神的小朋友一樣 精神穿開 只有等台外戲了 記者 台中總的報導